搜狗太平洋百货成都电遭到霸占一案 双方谈判三度破局 太平洋百货公司董事长黄勤文在昨天下午飞往成都 除了要求成商集团停止武力封电 并且强调他们不解为什么中国的法律与公权力无法伸张 今天总经理李光荣受访时表示 目前大陆方面依旧是拖延 百货公司仍然持续的遭到霸占 搜狗遭霸占一个礼拜 董事长黄勤文直接飞路谈判 出发前发出声明要求 让太百春析店立即恢复营业 成商因归还财产停止武力封电 对目前公权力的无法伸张感到遗憾与不解 虽然动作轻上火线 但案件今天仍然僵持 也好像没有协调会的通知 那我们黄总事长现在也在 我们也在集体安排跟市里面的领导见面 现在好像事情有点 就卡在那边的那种感觉 台湾百货龙头登陆遭坑害 也引发政坛议论 立委表示 他不愿意去经由世界公正的仲裁 或是商务纠纷处理的这个机关去处理 这些事情都是环环扣在中国对台湾的打压之上 我们的政府有没有能力去处理这一点 还是就放任他这样子去做 我想国民也都在看 台百单日损失出估百万人民币 周末两日亏损更惨 损失已经超过六百万元 总经理李光荣说 搜果已经将谈判层级拉高 坚持要求依法处理 新唐人亚特电视 林乡伟张明珠成真采访报道 林乡伟张明珠成真采访报道